就在这时 一个小太监过来禀报 说广西钦差带了四筐利浦芋头 正在宫外等候 乾隆一脸不耐烦的让他们离开 表示以后不要再提什么利浦芋头 皇上的反应让和尚发觉了不太对 原来就在前不久 全国各地都到了上贡的时候 但乾隆却听得乏味 因为这些上贡的东西没有一个新花样 全都是老一套 乾隆走了几步 突然想起了和尚之前所说的利浦芋头 于是询问何大人 利浦芋头果真美味无比 回禀皇上 利浦芋头的确是美味上品 皇上以下指令广西今年中秋前进贡四楼 这玩意儿乾隆可没吃过 扭头就问胡公公 这贡品名单上咋没有利浦芋头呢 胡公公告诉乾隆 刘雍副官广西巡抚后 广西钦差就将利浦芋头送到了刘府 到时呢再由他亲自贡给皇上宁 乾隆听后就想起了梦中情人刘夫人 于是他当即下旨就说朕今晚上要上刘府去吃这利浦芋头 要说刘夫人亲自为朕掌勺 刘夫人正在家收拾去广西的装备呢 就听张承来报 说胡公公来传旨了 刘雍哪里不知乾隆的尿性 就让夫人暂切回避 刘雍接了圣旨后才明白 皇上想吃利浦芋头是假 想尝尝夫人的手艺是真的 等胡公公走后 刘雍就大句道 可让夫人不解的是 刘雍扭头就吩咐张承 让他去集市买一些修人鼠粮 说要用他来招待皇上 格格听后就劝刘雍 表示这事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刘雍却说乾隆每天锦衣玉食 那嘴呀可是越痒越刁了 如果皇上把利浦芋头吃上瘾了 让广西每年上贡 受难胃的还不是老百姓吗 不如我冒点风险 打个马虎眼 先灭了他肚子里的蝉虫 格格听后也不再多说 扭头就来到厨房 准备做菜招待皇上 很快乾隆就来到了刘府 皇上一坐下 就迫不及待的问刘雍 广西的利浦芋头是哪道菜 刘雍却说桌上没有这道菜 还没等乾隆发话 刘雍就解释说 这利浦芋头乃是广西的贡品 他可不敢擅自起犯 张承 起风 皇上请过龙墓 等乾隆看后呢 格格就跟着胖兽二人组去厨房 给皇上做这道利浦芋头 做好之后 刘安就交代张承 让他千万别搞混了 放心吧 我嘴里念叨着呢 皇上这边是鼠粮 老的这边是芋头 皇上这边是鼠粮 老的这边是芋头 就这样 乾隆吃到了假利浦芋头后 不仅免了广西的上贡 还错怪了和珅 和珅虽然察觉到了不对劲 但一时间呢 他也找不到原因 而刘雍作为广西巡抚 必须在中秋佳节给皇上上贡 可眼下利浦芋头肯定是不行了 就在格格替刘雍发愁的时候 刘雍却不慌不忙 表示他已经让张臣去办案了 可让格格没想到的是 张臣竟带着一桶深浆回来了 这天中秋佳节 文物百官都向乾隆献上宝物 唯有刘雍不紧不慢的 带着一桶深浆来了 乾隆也疑惑的询问刘雍 中秋朝贡之际 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刘雍却指着这桶深浆 表示陈准备的朝贺的礼品 需要精雕细琢才行 把你的礼品让朕看看 这就是 和珅憋不住了 嘲笑刘雍拿的这桶浆算什么礼品啊 可乾隆坐在上面看不清楚 就让胡公公把刘雍的礼品呈上来 这下可是让这桶深浆露足了脸呢 其他官员也讨论了起来 全都是说刘雍不像话 只有六王爷一摸胡须笑了 等胡公公呈上去之后 乾隆看得可是疑惑呀 毕竟皇上作为一国之君 从小养尊处妖 怎么可能见过这种东西呢 胡公公见皇上心有疑惑 就出声提醒道 这是生姜 是做菜用的佐料 那这每天用膳 怎么没见过这种东西 皇上御用的菜里 那姜啊 是切碎了的 所以啊 皇上不认识他 乾隆可是纳闷 今儿个举国上下 欢庆团圆的习性之日 你送我一桶生姜 算个什么事啊 和珅早就想杀刘雍了 他控诉刘雍胆大妄为 竟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在经殿之上戏弄皇上 应当临迟处此 皇上却丝毫不在意 想听刘雍解释一番 怎料他却反问和珅 给皇上送的是什么礼物 和珅一脸得意的说 哎呦 惭愧惭愧 你既然问到了 我就如实的告诉你 我献给皇上的 仅仅是一匹玉马而已 上面镶着钻石的眼睛 乃何甜宝玉 价值连城 刘雍当即质问和珅 表示您所献的礼物呀 可是您的愤怒所买 一下子就堵住了和珅的嘴 紧跟着就听刘雍说道 以臣之间满朝文武 他们哪个人所献的礼物 也没有臣所献的礼物 更加的贵重 和珅可是不服气 说刘雍完全是在狡辩 他不过是拿了几块烂酱 一坛臭泥 谈何贵重啊 但刘雍自有对策 等乾隆说完 刘雍就接上一记马屁 表示他送的这个礼物 就叫做一桶江山 象征大清江山永固 乾隆皇帝一桶江山 经过刘雍的语言包装 这桶看似简单的神将 再没人敢说他是一桶烂泥了 乾隆也被逗得龙颜大悦 他走下龙椅质问刘雍 这么重的礼 你让朕把它放在哪儿呢 哎 找个地方把它供起来呀 哎 那放长了它会烂的 哎 你敢说大清江山要烂 啊 这次刘雍闭嘴了 但他的老丈人六王爷却调侃道 你要把大清江山吃了吗 胡公公顿是慌了 做事就要自罚巴掌 结果被六王爷拦了下来 乾隆也毫不在意 只觉得有点棘手 于是就问刘雍 折筒江山到底应该放哪儿呢 刘雍小声嗶嗶 我也不知道 皇上拍着刘雍的锣锅子 表示这里他瘦了 然后赏了刘雍黄瓦挂一件 还要留他和和珊一起吃午餐 乾隆正在吃午饭 他夹起一块烤煮猪 浅尝一口后做出评价 今儿的挂炉烤猪啊 比昨儿个烤得好 这脆耳不焦 这头烤煮猪就算是吃完了 乾隆剩下不吃的 全都被太监端到了 刘雍和尚的桌上 两人刚坐下 就见乾隆指着一盘鱼示意 胡公公正想给皇上夹块鱼 就见乾隆摆摆手 表示那盘鱼天天上 自己早就迟腻了 于是又让太监 端给了刘雍和珊 没一会儿 两人的桌上 就放满了美味佳肴 这全都是乾隆不要的 和珊见刘雍吃得很爽 就拿了一个鸡腿 塞给了刘雍 让他切吃切珍惜啊 说得刘雍一头雾水 刘雍是让何大人 能瞅什么呢 我在看皇上面前那盘 利谱芋头 什么利谱芋头 剥了瓶的利谱芋头 刘雍瞬间慌了 原来他为了减轻 广西赋税 用假的利谱芋头 门混过关后 结果却让和珊挨了骂 和珊一猜就知道 这肯定是刘雍搞的鬼 于是他就做了一点小手脚 只见皇上 看着眼前的利谱芋头 疑惑的问胡公公 这又是什么菜呀 怎么边上还放着白糖 没等胡公公回话 御膳房的人就解释说 他是蘸白糖吃的 乾隆是吃这一口 这一口下去 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刘雍看着皇上的样子 心也凉了 手里的饭菜也不香了 直到刘雍吃了一份雕花 他才反应过来 怎料乾隆狼吞虎咽 最后竟然自己动起了筷子 这可把御厨给吓坏了 因为以往的时候 就算这菜再怎么好吃 皇上也不会再吃第三口 可眼下皇上却连挺筷子的意思都没有 御厨们也只好硬着头皮劝道 这芋头好噎人 皇上龙体 您可欠别噎着 芋头 是广西利谱芋头 就是广西上贡的利谱芋头 正是 就是正在刘雍家吃过的那个利谱芋头 正是 刘雍可是吓坏了 瞪大了双眼 待在了原地 随后他听乾隆问道 刚才广西钦差来送利谱芋头 不是让我给骂回去了吗 你们怎么还是做了呢 启禀皇上 是 是 是何大人 何神应声站起 表示自己那天 见皇上您从刘雍家里出来 好像吃的并不是什么美味 而是如同苦药一样的东西 奴才实在是怕刘大人 拿别的东西 蒙骗皇上 所以才让御膳房做了这道菜